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荷蘭政府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一個多月後 當地時間3月8日 荷蘭以國家安全為由 宣布將會對包括最先進的深紫外光刻機 DUV在內的特定半導體製造設備 實施新的出口管制 這意味著荷蘭方面 已經將光刻機出口管制的範圍 由極紫外光刻機EUV 擴展到低級的部分深紫外光刻機DUV設備 荷蘭外貿與發展合作大臣 斯·賴納·馬克爾 在自荷蘭議員的一封信中 並未提及到任何國家和公司 但美國政治新聞網站政客認為 荷蘭這樣做是迫於美國的壓力 就在今個月初中韓外長會面時 荷蘭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還表示 荷蘭將會繼續根據本國利益 在具體專案上獨立作出判斷 實施新出口管制顯然會對 荷蘭半導體設備企業造成影響 尤其是荷蘭的光刻機巨頭ASML 斯·賴納·馬克爾在這封信中透露 新出口管制措施包括最先進的DUV 這些措施將在今年夏天前實施 由於DUV仍佔很大的出貨比重 荷蘭光刻機巨頭ASML很快就發布聲明 說他們公司需要申請許可證 才能出口最先進的浸沒式DUV光刻機 但新出口管制並不適用於所有浸沒式DUV 只是針對最先進的 ASML迅速對新出口管制作出回應 聲明中說這些新出口管制主要是針對 先進的芯片製造技術 包括最先進的沉積和是浸沒式光刻工具 由於這些即將出台的法規 ASML將需要申請出口許可證 才能夠裝運最先進的沉沒式DUV系統 ASML在聲明中強調 新出口管制並不適用於所有的浸入式光刻工具 只是適用於所謂最先進的 並且這些管控措施轉化為立法 並且生效還需要時間 在復旦大學微電子學院2022年5月發表的一篇論文中 作者就提到在沒有獲得極紫外光刻機的 DUV的情況下,內地的芯片代工廠 都是利用浸沒式DUV光刻機 多次曝光實現了7nm邏輯芯片的光刻工藝流程 這家荷蘭光刻機巨頭又提到 主要關注成熟製程的客戶 可以使用不太先進的浸沒式光刻工具 因此最新的出口管制並未影響他們公司2023年的財務前景 但不能自由出貨 ASML在華的收入不可避免受到干擾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說 中方對於荷蘭方面以行政手段干預限制中國和荷蘭企業的正常經貿往來表示堅決反對 已經向荷蘭提出交涉 毛寧指出近年來個別國家為了剝奪中國的發展權利 維護自身霸權、犯化國家安全概念 將經貿科技問題政治化、工具化 甚至不惜犧牲盟友的利益 挾迫有拉一些國家對中國採取出口限制措施 有關霸凌霸道行徑 嚴重破壞市場規則和國際經貿秩序 不僅損害中方企業的合法權益 也影響衝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和世界經濟發展 中將反世自身 他強調中方希望荷蘭方面 秉持著客觀、公正立場和市場原則 尊重契約精神 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 不跟隨個別國家濫用出口管制措施 和中方共同維護 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和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秩序 維護兩國和雙方企業的共同利益 除了新片美國再有其他舉動 根據《華爾街日報》9日報導 美國和歐盟正在推進一項 以關鍵擴產為重點的貿易協定起草工作 預計今週五 美國總統拜登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將會就此展開討論 賣出構建被媒體認為關鍵擴產買家俱樂部的第一步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這個所謂的關鍵擴產買家俱樂部 原本是為了協調美歐因為通脹削減法案而產生的分歧 但現在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將清潔能源供應鏈 從中國轉移出去更加暴露 報導緩引雙方的官員說 作為今週五會議的部分內容 美國和歐盟的目標 是宣布開始就相關的協定條款展開談判 去年美國通過削減通脹法案 說將會對氣候和清潔能源領域 投資大約3,700億美元 其中包括對美國消費者購買新能源車 提供總共7,500美元的稅收底面優惠 但這個優惠有嚴格的適用條件 新能源汽車所有材料和關鍵礦物需要有一定比例來自美國 或是與美國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 以及新能源汽車所使用的電池組件 有一定比例在美國或是與美國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 組裝製造或是在北美被回收 不過由於包括歐盟和日本在內的幾個美國盟友 沒有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這項規定引發了西方盟友對美國的強烈不滿 認為美國的規定是不公平競爭 對歐洲產業不利 今年2月 法國和德國的高級官員在訪問美國時 呼籲成了一個關鍵礦產買家俱樂部 以解決這個問題 隨後 這個俱樂部的組件就被提上了日程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美國和歐洲的官員都認為 成立俱樂部是嘗試解決美歐之間圍繞通脹削減法案 所產生的緊張關係的一種方式 據報導說 美國和歐盟、日本以及英國的貿易協定 將是這個關鍵礦產買家俱樂部的第一步 然後七國集團將與非洲、亞洲、拉丁美洲 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 和烏克蘭或讚比亞等接觸 並尋求與他們達成協議 以確保原材料供應 知情人士說 美國和歐洲官員已經是開始相關聯繫 七國集團將為這些礦產資源國 開發、採購礦產的基本設施提供資金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說 目前正在已定的貿易協定範圍是較窄的 只是限於里和聶等關鍵礦產 協議將很大程度平息其他西方盟國 對於美國在這方面的強烈不滿 值得注意的是《華爾街日報》說 成立這個俱樂部的目標是確保西方世界能夠可靠地獲取關鍵礦物 但這個俱樂部的成立還將會使用來自中國等國礦產的車輛無法獲得補貼 行業觀點認為關鍵礦產買家俱樂部的成立 將會導致中國企業通過貿易或投資方式 參與美國新能源汽車市場受到限制 對於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而言 美國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市場 但隨著美國貿易限制措施出台 中國企業的海外拓展不得不變得謹慎起來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呂祥說 俱樂部成立的目的之一是拜登政府對西方盟友的一種安慰 折射出拜登一貫的拉攏盟友圍堵中國的執政思路 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直以自由市場經濟自居的美國 處處違背市場規律、違反世貿組織原則的荒唐做法 他認為中國在新能源汽車行業深耕多年 目前在全球的領先優勢已經非常明顯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拉攏西方盟友 組建所謂的俱樂部是一種掙扎式行為 短期難以影響整個產業鏈 另一方面中國就繼續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霸凌行徑作出反擊 聯合國安理會在當地時間3月8日 就阿富汗問題舉行會議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在發言中指出 單邊制裁嚴重破壞阿富汗的經濟基礎 使得當地人道局勢雪上加霜 成為當地婦女兒童生存發展的沉重枷鎖 必須立即予以解除 梗桑說阿富汗7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屬於阿富汗人民 理應是用於阿富汗人民的 上個月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裁定美方 無權挪用阿富汗的海外資產 這再次表明凍結阿富汗資產的做法 於理不合、於法無懼 美國等有關國家 應該立即將阿富汗央行的資產歸還給阿富汗人民 令阿富汗的婦女兒童從中受益 不應該再以各種理由變相拖延 梗桑在發言中指出 聯合國秘書長的報告顯示 阿富汗人道形勢仍然不斷惡化 無數婦女兒童吃不飽、穿不暖 甚至連生存都成了問題 今年將會有2830萬阿富汗人需要人道援助 佔了他們國家人口的三分之二 近日有消息說發達捐助國正在考慮削減對 阿富汗的國際援助 這個動向令人擔憂 當前形勢下 發達捐助國應該保持人道援助的力度 探索更直接有效的援助方式 確保資源實實在在地 用在阿富汗人民特別是婦女和女童身上 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 中國樹立為發展中國家發聲的力度加強 以回應美國拉攏西方盟友對抗中國 看來中美在國際事務上的交鋒會越來越激烈 大家好,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出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一點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